连生有孕了 她想让长津负责照料自己的身体 这种事情原本没有什么大问题 可长津回到内医院之后 御医女便重新分配了医女们的工作 长津被安排到了王后的请殿 阿烈则是被安排到了连生的请殿 但长津还是想要去照顾连生 御医正告诉她 王后那里不是你梦寐以求的地方吗 再者说你跟阿烈一直不合 所以阿烈才主动要求从王后那边退出 来照顾连生 将照顾王后的任务交给你 虽然有敏大人在场 但长津也不好多说什么 不过无视线殷勤飞奸即到 以阿烈的性格又怎么会主动退出呢 可一旦退出这里面必定有大问题 果不其然这一切又是崔上公在其中捣鬼 因为之前的事情她对连生怀恨在心 再加上连生跟长津关系密切 假如连生顺利地升下海 那么她的地位必定会更加地稳固 到时候再对付长津也就没有那么容易 于是她便让阿烈想出一个让孕妇小产的办法 这个办法对于一个医女来说实在是太简单 连生原本有风热的毛病 这种症状跟血须十分的相似 但是风热需要注意饮食禁忌昏腥 而血须则是需要进步 阿烈故意诊断说连生血须 吩咐欲膳访给连生进步 目的就是为了害死连生肚子里面的孩子 自从阿烈照顾连生之后 连生便经常会出现头晕眼花的现象 鉴于长津是他们最信任的人 所以敏上公特意请长津过来给连生诊断一下 经过把脉之后长津才知道连生原来是风热的问题 但为何阿烈会说是血须呢 这其中必有问题 但他并没有告诉连生自己的疑惑 而是赶忙去寻找申教授 向他请教风热和血须的问题 以及饮食禁忌 当长津问到风热的孕妇吃生蚝牛奶 以及牛肉的影响时 申教授马上勃然大目 这可是会导致小产的 这可把长津给吓坏了 因为阿烈给连生安排的饮食 主要就是生蚝牛奶以及牛肉 于是长津便马上找到阿昌 吩咐他以后这些食物绝对不可以给连生吃 阿昌虽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随后长津又叫来了那医院的人 亲自为连生复者 得到的结果跟长津一样 面对申教授的训斥以及智慧 阿烈一口咬定自己只是物质 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 但即便如此申教授 也建议将阿烈给赶出王宫 毕竟出现了这么大的意料事故 如果不是长津及时发现 王室的子嗣可就有危险了 但一直跟阿烈狼狈为奸的御医证却表示说 如果把每一个犯错的医女都赶出王宫 那王宫以后就没有医女了 所以建议对阿烈略施惩罚 罚他在那医院值一个月的班即可 也不知道这个糟老头子怎么想的 当初要将长津赶出王宫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的态度 那时候也没有考虑王宫有没有医女的问题 但也正是因为这次的事情 长津决定不再一味地忍让妥协 为了让坏人受到惩罚 也为了让自己和好友们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他决定开始反击 首先便决定从硫黄鸭的事情开始调查 对于这种事情他首先想到的便是王宫的内侍官大人 因为他记得内侍官曾经告诉过他 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时候可以找他 虽然大事可能帮不上 但小事绝对是没有问题 他告诉内侍官 表示自己想要查看伯王的病历日子 但存放日志的地方可是宫内最隐秘的书口 就算他是内侍官 也不能随意地让人进出 于是便拒绝了长津 但长津并没有放弃 他又找到他在宫内最大的靠山 得到王后的同意后 长津很快便来到了书口 但他也只有一个史上的时间 并且不允许带走里面任何的东西 可长津还是偷偷地将国王的病历日志 藏在了身上 虽然瞒过了看守人员的搜身 但在回去准备拿出来的时候 还是被阿烈给八千人赠 虽然长津随便找了个理由给搪塞过去 但阿烈看着匆忙离开的长津 始终觉得也挺无聊的 晚上的时候长津找到张津 两人连夜将病历日志给抄写了下来 而另一边的崔上宫 以及金英两人也在商议着如何陷害长津 长津虽然说并不是宫女的身份 但也是宫内的医女 而宫内的任何女子 都是不可以跟任何男子有过分亲热的关系 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使用陷害他母亲的这一招陷害长津 至于长津 虽然已经连续三次将病历日志偷拿出去 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适行 因为国王生病 御医正需要查阅国王以往的病历 但却始终找不到他需要的部分 这时有人来报 副都提掉找他有事 他也只好将日志放回去 但原本三本的日志却变成了两本 御医正也很快便被带走调查 长津随后也将日志给还了回去 也正是他的归还给他带来了麻烦 他被内侍府的人带走了 近期出入书库的只有御医正以及长津 但他们已经调查过御医正 他并没有拿走任何的东西 剩下的也只有长津了 御医正以及崔上公很快便知道了 长津被内侍府的人带走调查的事情 但内侍府是保管宫内所有秘密资料的敌人 长津突然被内侍府的人调查 这让两人有了非常不好的预感 于是崔上公赶忙叫来另路 让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查出来 长津究竟是因为什么被抓紧内侍府 阿列也传来消息 将那天看到长津慌张的 将一本书籍放进裤筒的事情告诉了崔上公 结合御医正在输库经历的事情 崔上公马上分析出 长津可能是偷拿了国王的病例日志被抓走 他可能是想要调查之前的某些事情 这让几人都有一些惊慌 如果被查出来就麻烦大了 但崔上公很快便冷静了下来 因为他知道 内侍府通常处理这种事情 不会需要太长的事情 内侍府是存放王室所有秘密的地方 为了不让王室的秘密泄露出去 内侍府的人对于偷拿里面东西的人 通常是会将其秘密地处死 但好在长津遇到了内侍官 在内侍官的担导之下 长津才被放了出来 崔上公自然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能够打压长津的机会 看到内侍官将长津给带了出来 马上上前质问内侍官是不是准备被叛国王 听了崔上公的话两人内心不由的意境 但内侍官毕竟在宫内生活了几十年 妥妥的一个老油条 他告诉崔上公 长津之所以会被调查 是因为他虽然经过了王后的允许进入疏苦 但这并不符合规则 所以才会被调查 至于你说的偷拿国王的病历日治 更是无中生理 随后又狠狠地将崔上公训斥了一顿 你作为宫内的提掉上公 怎么可以如此的胡说八道 再者说这也不是你该管的事情 你自己分内的事情都没有做好 还在这里多管闲事 真是狗拿耗子 虽然被内侍官责骂了一通 但崔上公也无可奈何 只能满怀不甘地离开了 但他并不会就此罢休 第二天的时候 内侍府的人便被请到了吴大人的面前 吴大人询问长津被抓的事实真相 并且用自己的身份进行逼迫 但内侍府的人显然并不吃他这一套 不仅拒绝了吴大人 还表示说会将这件事情汇报给内侍官大人 面对这个油盐不尽的家伙 吴大人一点办法也没有 但既然是人 那总会是有弱点的 于是在第二天的时候 递给了他 在看过上面的内容之后 内侍府的人露出了十分愤怒又万般无奈的表情 可见并不是什么好东西 于是在第二天的时候 他便又来到了吴大人的府上 将所有的事情全部告诉给了吴大人 等他离开之后 吴大人询问崔家家主是如何做到的 崔家家主告诉他 既然是人就会有贪念 内侍府的人也不例外 第二天的时候 吴大人找遍了所有的地方 都没有找到长津的身影 而这时的崔上公则是带着内侍府的人 前来拜回内侍官 显然崔上公也已经知道了一切 他威胁内侍官 这件事情吴大人已经知道了 如果内侍官大人不想引发朝堂上面的动乱 就马上按照内侍府的规矩处决长津 但内侍官显然是不想这样做的 他明白长津跟王后的关系非常的好 而且进入书库也是得到王后的允许 于是便将这件事汇报给了王后 王后原本以为长津进入书库是查看自己的病历日子 没想到他却偷看了国王的病历日子 于是便马上下令按照内侍府的规矩惩罚长津 听了王后的话 崔上公总算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而长津也再次被内侍府的人给带走了 深夜 长津被人带到一处空地上 一名内侍府的人拿出里面不知道装了什么的瓶子 长津以为自己要死了 跟他的母亲一样被人灌下毒药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内侍府的人又将他给带了回来 让他更为震惊的是王后亲自找到了他 王后告诉他 长津已经死了 你之所以还在苟延残喘是因为你怀疑国王生病是被误诊的 所以你才偷偷查看了国王的病历日志 所以你必须查清楚国王生病的原因 并且将误诊的事情给揭发出来 如果你能做到 你就能活着再次回到王宫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你就只能死去 面对王后的威胁 长津也只能答应了下来 而另一边 因为国王生病的原因 宫内内医院和御膳房又乱成了一团 因为国王这次的病症跟之前的一样 完全查不出是什么病因 御医症则是将这件事推卸到御膳房的头上 因为这次跟上次一样 国王都是吃过之前从未吃过的食材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上次是因为吃了寒上工作的硫磺鸭 这次则是因为吃了精英制作的 飞龙肉和猴头菇 据说是崔家特意从大明王朝带过来 想要讨好国王 御医症的解释是 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从未吃过的食材 对此都提掉大人也赞成 于是便决定将精英官进一进府进行审问 随后便有内侍府的人来到御膳房搜查 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有放过 很快便有大批带有毒性的草药 精英解释这只是为了教导御膳房的宫女 分别哪些是可以使用的 哪些是有毒的 内侍官很快又发现一个带有盖子的罐子 十分的神奇 精英解释说这是他们家族祖传的香料 可申教授以及郑大人却闻出了里面的异常 内侍官询问香料的用途 崔上公赶忙解释 这种香料的配方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 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呢 至于具体的配方就不方便透露了 不过这个香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有问题的话在先王时期就已经出问题了 我们又怎么会一直使用到现在 可郑大人却告诉他这里面含有班者公 而班者公是一种含有毒性的菌味 是绝对不可以使用的 可崔上公哪里相信 但他闻了一下又尝过一口之后表情非常的震惊 带着疑惑的眼光看向精英 精英接过来之后也尝了一口 发现味道确实不对 虽然崔上公一直在极力地解释 但此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 崔家的三人全部被抓了起来 理由是他们涉嫌给国王吃有毒的魔物 但他们哪里会承认 不过没关系 意境府有的是办法让他们开口 崔家家主赶忙找到吴大人寻求他的帮助 现如今也只能请大飞出面了 跟大飞关系最为亲密的便只有李教授 于是吴大人便准备亲自去找李教授出身 可他在半路上却被人给拔了下来 有熟人想要见他一面 等到见面之后 吴大人才发现这人就是前任的提掉上公 崔家之所以倒台 还是因为前任提掉上公调上公 原本他跟崔家的关系也十分的密切 但因为他在家举办了一次宴会 便遭到了崔上公的举报 结果就是他提掉上公的身份被罢免 崔上公顺利地当上了提掉上公 对于曾经在他背后捅包子的人 他自然是不会客气的 他告诉吴大人 愿意帮助吴大人扳倒崔家 崔家倒台之后 现在他们拥有的所有东西也将会属于吴大人 他只需要恢复提掉上公的身份即可 吴大人也早已经看崔家不顺眼了 最近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崔家引起的 所以便答应了下来 朴上公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对崔家进行反击 他也是做好了准备 曾经最优秀的医女阿烈正是他的人 他让阿烈故意陷害常经从而取得崔上公的信任 然后再利用崔上公的信任给他们致命的一击 精英私人定制的调料里面的班者不是他放进去的 就连国王生病调查部出病因也有他的功劳 负责国王的汤药原本有几个医女共同负责 但他却非常强势地让其他的医女做别的事情 他则是独自一人负责国王的汤药 不过这一切也都被信非看在眼里 而另一点 常经和张德在预言负责跟国王患有相似病症患者的治疗 但他还需要对照国王的病情 于是便请敏大人找到信非 让信非想办法打听国王病情的具体症状 信非找到负责照料国王的医女 以关心国王的病情为由 十分轻松地便得到了国王生病身体上具体的反应 但他们的对话也被刚刚路过的预医正听到 信非很快便来到预言 将探听到所有的消息全部告诉给了常经 常经也不负众望 成功地将几名得病的患者治好了 崔上公以及精英被抓的消息也传到了常经的耳朵 如果他现在将药方给交上去 那就证明不是饮食的问题 崔家也会被无罪释放 他现在十分纠结这个问题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而另一点 因为崔上公以及精英被抓 令路变得六神无主 他唯恐崔家倒台之后 他在宫内没有靠山 于是他便找到连生 表达了想要投靠连生的想法 连生又怎么会去接纳他 两人在还都是宫女的时候 令路就经常欺负连生 现在更是伙同崔上公陷害韩上公以及常经 说到常经 令路又顺嘴将常经被抓的消息告诉给了连生 听到这个消息 连生情绪马上激动了起来 差点晕倒过去 阿昌赶忙请来的信非为连生诊治 在得知连生情绪激动的原因之后 信非将敏上公以及阿昌支开 悄悄地在连生的耳边告诉他 常经没有事 现在正在预言治疗患者寻找国王生病的原因 听了信非的话 连生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至于常经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 最终还是选择以德报怨 将药方给交上去 在第二天准备对崔家三人用刑的时候 敏大人带着常经赶了过来 他告诉主审官 国王病情久之不遇并不是饮食的问题 而是因为误诊的问题 这让崔上公以及精英十分的惊讶 没想到救助他们的竟然会是常经 另一边的御医症也十分的慌张 结合上次无意中听到两名医女议论国王的病情 他也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误诊 于是便找来了大量的医书 最终也被他发现了一朝 但他事后准备的药方跟常经的药方却截然不同 御医症坚持自己的看法表示自己并没有误诊 只是因为国王频繁的患病所以才引发的这个病症 并且指责常经怀疑他的医书 反对使用常经的方法为国王医治 并且联合众位大臣对王后施压 因为他知道 如果被查出来是他误诊的话 他将会遇到天大的麻烦 甚至可能将多年前硫磺鸭的事情牵扯出来 面对咄咄逼人的吴大人 王后无奈之下也只好接受御医症的治疗方案 虽然常经还在反国 但奈何他人为言轻 被吴大人结结实实地扣上了一顶想要危害国王的大帽子 至于吴大人为何如此大力地支持御医症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如果常经治好了国王 那么就证明不是饮食的问题 崔家也就会无罪释放 如果是御医症治好了国王 则正好说明是饮食的问题 吴大人现在为了崔家的家业可谓是非常的努力 但结果却是与愿问 国王在服下御医症开的处方熬制的汤药之后 病情不仅没有得到好处 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出现的症状更是跟常经曾经描述的一模一样 王后马上将坚持支持御医症的吴大人训斥了一顿 比亏的吴大人则是一言不发低下了头颅 跟逼迫王后的时候判若两人 经过内医院开会商议决定使用常经的方法对国王进行治疗 国王的病情很快便稳定了下来 王后甚是开心 但也很快又出现了问题 国王竟然突然失明了 常经以及闽大人马上就被抓了起来 吴大人更是亲自下令 要将闽大人以及常经拖下去斩首适中 这时王后走了过来 他询问常经为何要这样做 可常经却告诉他 他早就知道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众人不由的一惊 接着闽大人解释说 常经在之前治愈的几名患者之中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常经更是请求王后能让自己亲自为国王整治 常经的请求让众人很是惊讶 因为在当时因女士低贱的身份 是不可以接触到国王的身体 这时候吴大人也开始甩锅了 表示说事情是王后惹出来的 要王后亲自拿主意 毕竟国王万一出现个三长两短 他们可负担不起这个责任 但在王后的手中就不一样了 如果是因为王后决策的失误导致国王无法处理朝政 那他们手中还有世子 他们依然处于不败之地 至于常经和闽大人一直跪到晚上 王后才走了出来 表示愿意让常经继续为国王整治 但如果常经没能治愈国王 他将面临的便是抄家灭族的大罪 还没等常经做出回答 闽大人便替常经答应了下来 并且极力地为常经担保 因为他早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常经 就算是死 他也要跟心爱的女人死在一起 常经对于闽大人的行为十分的感动 于是在回去之后 他便翻阅了大量的遗书 随后又去往各处寻找可能出现的现实 因为国王平时患有创症 经常需要泡温泉 但国王所泡的温泉里面含有熊黄以及披霜 而王宫养殖的奶牛就在温泉附近 奶牛长期饮用了这里的水 毒素自然就沉淀在体内 国王又经常食用牛奶 虽然每次进入到体内的毒素都不多 但日积月累下来国王的身体也扛不住 这才是导致国王生病的关键 其实御医症给国王诊断的并没有错 只是国王的病根并不在此 所以御医症才没能治愈国王 既然找到了病因下面的就好办了 可以连治疗了几天的时间 国王依旧不见好转 并且时常还万分的痛 对此王后十分的心痛 她认为长津并不能治愈国王的疾病 只是想要借着给国王看病的借口而躲避惩罚 于是便下令将长津给拖下去关起来 交给义进府审论 崔尚公以及精英自然也没能信念 因为长津还没能治愈国王 他们自然也逃脱不了关系 他们也被关进了义进府的大牢之中 第二天的时候 在吴大人的主持下 义进府便准备对敏大人和长津用刑 就在这关键时刻 内侍官跑了过来 传达了王后的旨意 让他立刻释放长津 原来前几天经过长津的治疗 郑大人 申教授以及王后发现 国王身上的疮症竟然全部好了 于是便想让长津再次对国王进行医治 长津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在确认国王的身体状况之后 马上开始针灸为国王医治 接着又开始对国王的颈部 以及背部进行推纳 只见他先是这样 接着那样 最后又这样 就这样长津不知疲倦地 从白天一直给国王推纳到天黑 再从天黑一直到天亮 不过付出总算是得到了回报 在长津的治疗之下 国王的双眼总算恢复了光明 御医症满脸的不可置信 王后则是欣喜万分 赶忙询问长津是如何做到的 是如何做到就连太医院 众多英女御医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长津将自己的发现 一五一十地全部告诉给了王后 国王对长津的表现很是欣慰 也就是从这时起 国王记住了一个名叫长津 同时又十分厉害的女孩 虽然说是长津发现国王生病的原因 由长津照顾国王是最合适的 但吴大人却安排御医症 来照顾国王的身体恢复 至于长津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奖赏 而是继续回到之前的工作岗位上 第二天 国王准备奖励给自己治病的医女 可却被吴大人给拦住了 吴大人表示说这件事情 申教授的功劳是最大的 就算是没有长津 申教授也能发现病因所在 至于长津 他不遵守宫内的规矩 私自偷看国王的病历日治 理应受到处罚才是 对于吴大人的建议 国王没有说话 一方面长津确实是救了自己 另一方面长津的确是违反了宫内的规矩 隔天 国王前来看望多日不见的连生 连生则是趁机为国王引荐长津 见到国王之后 长津向国王说起了当年硫磺鸭的事情 自己之所以会偷看国王的病历日治 也是为了调查这件事 他希望国王可以重审此爱 为韩上公洗刷冤屈 国王其实也想为韩上公翻案 但奈何朝中势力错综复杂 一个弄不好就会血流成河 所以他现在需要的是时间 以及一个机会 自从国王的身体恢复之后 崔上公又重新回到了提掉上公的位置上 经历了这次的事情 让他感受到了恐惧 接下来他要清除身边所有不安稳的因素 首先要除掉的自然就是御医症 于是他便找了阿烈 让阿烈在御医症平时服用的汤药里面 加入点特殊的阻断 其实崔上公也是在试探阿烈 因为在他看来 如果精英使用的调料里面的班者姑是御医症法 那么放班者姑的人肯定会是阿烈 于是便在阿烈走后 他告诉令路 让他派人悄悄地跟在阿烈的身后 不久之后令路带来了最新的消息 阿烈竟然去见了前任的提掉上公朴上公 这让崔上公很是惊讶 看来朴上公也准备出来搞事情 说不定这里面还有吴大人的手笔 于是在第二天的时候 他找到阿烈 说出了阿烈和朴上公之间的关系 但他并没有为难阿烈 而是让他带给朴上公一点东西 他将朴上公之前的财产全部还给了他 他不希望在这个时候跟朴上公起什么忠诶 尤其是他的背后可能还有吴大人 但御医症就不同了 御医症是必须要死的 于是他便派出杀手刺杀御医症 可没想到却被敏大人给破坏了 但好消息是在深夜的时候 御医症选择了自己 得知这个消息的崔上公很是开心 如果御医症死于刺杀 他们可能会被调查 但他选择了自己 跟他们可就没有关系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让他们顺心如意 这天有宫女来报 外面有一位义女正在等着他们 两人赶过来才知道原来是长津 长津告诉两人 御医症在临死之前留下了一封遗书在他的手中 原本是准备将遗书交给王后的 但他希望崔上公可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亲自到义禁府去自首 长津的话让两人惊慌不已 如果长津说的是真的 那他们就会有天大的麻烦 但长津现在不仅跟敏大人关系密切 就连王后对他也十分的信任 现在想要除掉他显然是不可能的 于是便让人将大书大审之走 接着就在两人的家中大肆搜寻 想要找到长津所说的遗书 经过几人不懈的努力 最终带了几封书信回来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些竟然都是大书在年轻的时候 给大审写的经书 既然没有办法找出于一正留下的遗书 那就要将身边知道自己秘密的人清除掉 于是崔上公便找到另路 给了他一张巨额的银票 让他有多远走多远 永远不要回来 否则的话语一正就是他的下场 令路十分的惊慌 没想到自己忠心耿耿地为崔上公服 到头来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局 可在令路跟叔父辞行的时候 却遇到了吴大人的人 对方担保令路不会受到任何的惩罚 但需要他明天一大早去一进府 将崔上公做的所有事情全部都落后 但他明白吴大人跟崔上公是同一路人 并不值得信任 同时他也不愿就此离开王宫 于是他找到这段时间宫内的大红人长津 告诉他自己掌握了崔家以及吴大人他们的秘密 希望以此为交易换取以后 长津在宫内对他的病 可长津却拒绝了他 他不会跟任何人做这种交易 无奈之下令路也只好离开 另一边 崔上公虽然已经安排让令路离开 但他依然还是不放心 于是他便亲自来到长津的家中 想要用自己的诚心来打动长津 让他交出御医症留下的遗书 大婶看着两人之间的气氛不对 马上回到屋内叫醒了正在熟睡的大叔 可等他们出来之后 长津已经不见了宗族 而此时的崔上公已经在长津的带领下 来到长津母亲的坟前开始了他的掺会 因为他知道长津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 他希望用他的演技来骗取长津的信任 可长津对他的行为并没有丝毫的动用 他告诉崔上公 让他亲自到一径府去自首 如果罪行没有公之于众 又怎么能让侍者原谅你呢 对此崔上公很是愤怒 如今我跪也跪了 哭也哭了 可你还是不肯原谅我 但长津并没有理会他 而是独自下山了 下山的途中刚好遇到了大叔大婶 拿着棍子机匆匆地往山上赶 他们以为长津可能被崔上公给欺负了 所以才火急火燎地过来帮忙 看到长津平安无事之后 两人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至于崔上公回去之后又遇到了麻烦 有下人来报 令露不见了 在他消失之前好像是见过吴大人的人 这可把崔家家主吓坏了 马上下令动员所有的人 一定要将令露给抓回来 而令露此时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之后 也决定去易靖府揭发崔上公 因为他记得长津告诉过他 只有跟易靖府坦白所有的事情 他才能活下来 可就在他前往易靖府的路上 他被人给抓走了 抓走他的人自然就是崔家的人 面对准备揭发自己的令露 崔上公自然不会对他客气 刚好也可以借助令露的手对吴大人进行报复 于是便在第二天的时候 令露揭发吴大人在科举选拔状元的时候收受贿赂 让贿赂他的学子在试卷上做上隐秘的记号 他只要看到带有这个记号的试卷 便会让他高中壮严 对于令露的举报 几名大人都十分的震惊 崔上公更是亲自跑到大飞的面前 将这些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给了大飞 并且还说因为自己手下一名上公 对吴大人的揭发举报 这名上公也突然神秘的消失不见了 还有就是长经手中有一封 据说是御医症死前留下的遗书 里面记载着那医院的各种事情 尤其是之前刘皇压李教授误诊的事情 如果他将这件事情告诉给了王后 李教授肯定会被下令处死 崔上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明白李教授和大飞的亲属关系 想要借此让大飞替自己将长经手中的遗书要过来 至于令露在完成崔上公让他揭发吴大人的任务之后 他被人给带进了深山之中 等待着他的可想而知会是什么 令露死后 连生尤为伤心 虽说令露时常欺负他 不过怎么来说他们也是一起进攻的 可现如今他们却阴阳两格 想到这里连生更加的难过了 第二天的时候 大飞便将长经叫了过来 逼迫着他将遗书交出来 可长经却告诉大飞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遗书 但大飞以及崔上公哪里会相信 长经告诉他们 如果自己真的有什么遗书的话 早就交上去了 怎么会留在手中 于是便相信了他说的话 而另一边 国王也从连生的口中得知了长经有一封御医症的遗书 于是便吩咐内侍官悄悄地将遗书给拿过来 当内侍官找到刚刚从大飞宫殿出来的长经索要遗书时 长经傻眼了 没想到当初自己想让崔上公露出马脚而故意编造的谎言 竟然惊动了国王 事到如今他也只好跟内侍官解释说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遗书 因为御医症以及另路的死 崔上公觉得在宫内已经没有任何人掌握自己的把柄 既然长经说过御医症留下了一封遗书 那他就真的伪造一封遗书出来 并且交给了阿烈 以上次阿烈差点害的连生小产这件事威胁阿烈 让他去举报吴大人 阿烈无奈之下也只好照做了 他将之前留黄压御医症误诊的事情 以及吴大人将矛头指向御膳房 陷害韩上公参与谋反 除掉对头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而此时的吴大人正在国王面前接受训斥 因为上次另路举报他关于客举状元的事情 可他刚出来不久 便又因为阿烈的举报将他给带走了 吴大人在得知来龙去脉之后 也开始对崔上公展开了反击 将崔上公所做的坏事一一地列决了出来 这时内侍官也过来传达了国王的旨意 国王下令让众人重新调查关于硫磺鸭的事情 很自然的 当初跟硫磺鸭有关的所有人都被叫在了一起开始对质 首先确认的便是因为御医症的误诊导致了国王昏迷不醒 但是却将矛头指向了御膳房含上公做的硫磺鸭 可御膳房的一名宫女阿红吃过硫磺鸭之后 也出现了跟国王一样的症状 敏上公又站了出来 阿红就是吃了令路给他的鲍鱼炒才生病的 而令路则是伺候崔上公的人 可崔上公并不承认这一点 不承认令路是他的人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现在令路已经死了 死无对证 就在崔上公以为自己稳操胜券的时候 一个让他想不到的人出现了 原本应该已经死去的御医症缓缓地走了进来 这让崔上公以及阿烈十分的惊慌 在场的众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下的张大了嘴巴 原来当初他遇到刺杀之后 敏大人便跟他商议 让他暂时隐藏起来 暗地里搜集证据 也可以让某些人放松警惕 果然不出所料 崔上公率先发起了对吴大人的攻击 吴大人自然也不肯示弱 将崔上公之前做的事情都给抖擾了出来 他们相互撕咬的事情自然惊动了国王 国王马上下令严查硫黄鸭的事情 既然玉医症活生生地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阿烈也只好承认是崔上公让他故意陷害的吴大人 这时候吴大人顿时来了精神 不过玉医症又放出了一个重磅消息 是崔家的家主联合自己诬陷给韩上公 然后吴大人便利用这件事情诬陷他的对头 虽然吴大人和崔上公依旧还是不认罪 但还是被下令将他们两人给关起来 等候国王处置 崔上公被抓走关了起来 在他看来他们的家族财大气粗 一定会有其他的办法 大臣们也将所有的事情汇报给了国王 国王马上下令抓捕一切有罪之人 首先便有大批的士兵冲进了御膳房 将精英给抓走了 吴大人自然也没能幸免同样也被赶来的士兵带走 至于崔家的家主 在管家以及护卫的掩护下赶忙逃走 可到了最后逃出来的却只有他一人 这时刚好看到江边有一条船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船夫竟然会是大叔 大叔面对这个已经欠了自己三个月酒前的家伙 自然不会客气 立刻上前将准备逃走的崔家家主的后腿给抓住 由于大叔的帮忙成功地抓捕了逃跑的犯人 如今所有的犯人全部归案 可就在准备审问他们的时候 有内侍府的官员来报 崔上公逃走了 而此时的崔上公正藏在王公的兵库之内 他刚刚花费了重金贿赂金上公想要见一见大妃 可金上公很快便给他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大妃并不愿意见他 并且还让他趋一进府自首 无奈之下崔上公又偷偷地找到昔日另一名手下 他要亲自见一见国王 可没想到对方十分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这也太顺利了吧 可等他跑到门口却发现自己被人给卖了 此时的他除了能说出几句狠话以及逃走之外 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但藏身在降窟的他还是被宫女发现了 宫女马上将这件事情汇报给了门上公 就在他准备再换一个地方的时候 长金走了进来 此时的崔上公依旧没有任何悔改的应用 长金告诉他 精英现如今已经被抓进了易进府 如果您还不出现 所有的罪行也将会有精英一人承担 精英也是他这辈子唯一的念想 他不能让精英为自己遭受折磨 想通这一切之后 他毅然决然地走出了降落 但他并没有去往易进府 而是一个人晃晃悠悠地来到了长金母亲的坟前 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也是最真诚的一次忏悔 坟上的一颗小石块落在了他的衣服上 这或许是他已经得到了原谅 又或许是永远不会得到原谅 天亮之后他慢慢地开始下山 准备前往易进府自首 无意中他发现山崖边有一根红丝带 这让他想起了小时候的情景 就在他去抓丝带的时候 一脚踩空掉了下去 幸好他抓住了树枝 此情此景小时候的画面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自己也是因为一根丝带被挂在树上 他的两名好友明依以及韩忠爱正站在树下给他加油 让他放心大胆地松开双手 最终在两人的鼓励之下 他完好无损地掉落在地上 但此时此刻并没有任何人给他鼓励 这里是一处悬崖 也不是小时候玩耍的地方 但崔上公还是决定试一试 也许是他想要跟自己的好友相聚 也许是他认识到了自己的罪孽 想要借此来赎罪 就这样在宫内为非作歹几十年的崔上公 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至于其他人也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吴大人被罢官发配到黑山岛 御医政以及阿列则是被剥夺行医的资格赶出了王宫 精英被罢免御膳房最高上公 崔家家主则是被打了八十板子流放边疆 可走到半路上的时候最终坚持不住死在了路上 长经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御膳房的最高上公 虽然这个身份只是暂时的 等到御膳房选出最高上公的时候 他便会推为让险 但昔日跟他要好的朋友 还是都围在他的身边向他表示祝贺 他之所以会做临时的最高上公 也是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 以御膳房最高上公的身份 将母亲所受的冤屈全部记载在御膳房 历任最高上公之间流传的手杂上面 这是他跟国王求来的 同样也是国王对他的奖赏 但国王对他的奖赏并不止这么多 除了一些经营财务的奖赏之外 首先便是为韩上公证明了清白 其次便是希望国王可以恢复母亲的身份 经过长经的解释 国王这才知道他的母亲 曾经也是王宫御膳房的一名公女 因为宫女之间滥用私刑 这才导致母亲含冤而死 国王得知这一切之后 马上下令让王后废除后宫 这些不人道的规矩 第二天的时候 完成了所有事情的长经 前来拜见国王 国王看着长经突然想起了 在多年以前 有一名给自己送酒 叫做长经立志 想要做御膳房最高上公的小女孩 经过他的询问才知道 眼前的长经 就是自己还没有登上王楼 给予自己很大帮助的小女孩 国王不由地感叹起来 原来这个女孩一直在自己的身边 还曾多次救过自己 王后以及大妃 对于长经的付出 国王很是感动 于是便决定再好好地奖赏长经一次 只要是长经想要的 她能做到的尽管开口 可没想到长经竟然想要 舍弃御膳房最高上公的身份 以一名姻女的身份前往活人数 用自己微薄的医术救治穷苦的百姓们 同时也能借此来精进自己的医术 对于长经的请求 国王虽然十分的疑惑 但在了解了长经的良苦用心之后 还是答应了下来 长经准备离开 王后以及莲生都十分的不舍 王后更是亲口告诉长经 如果有什么需要 可以随时告诉她 毕竟长经也是她的人 至于莲生则是因为 跟长经的姐妹情实在太深了 再加上自己即将生孩子 自然不愿长经离开 可让莲生没想到的是 长经已经委托了姓妃 在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内照顾莲生 对于姓妃的医术长经十分的信任 莲生同样也清楚长经的脾气 她做了决定的事情 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长经来到活人数之后 每天坚持为穷苦的百姓医治 丝毫没有在意他们贱民的身份 在需要的时候 用嘴将患者身上的浓血 一口一口地吸出来 教导村民们卫生知识 以及如何简易地消毒 经过一段时间坚持不懈地努力 她的医术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入 而敏大人则是在长经的安排下 开始教导贱民们的孩子读书十字 虽然每天他们都在忙忙碌碌 但却并没有感觉到丝毫的心怒 因为这里没有在宫内的勾心斗角 同样也没有贵族之间的身份尊卑 有的只是所有人之间亲密相处的关系 但最重要的是这里有他们最喜欢的人 可他们的好日子还没过几天 王后便委托姓妃前来传话 有急事招他入宫 王后告诉他 现在的世子并不是王后所生 他担心如果世子将来继承王位 那么他跟他的儿子庆元大军日子 必定不会好过 于是便让他的贴身上宫 给长经传达了他的意思 世子由于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这件事情整个王宫都知道 他希望长经可以做世子的阴影 但并不是让长经将世子治愈 而是在合适的时机让长经将世子的救病复发 最终不治身亡 心力善良的他得知这个消息后被吓坏了 刚刚结束了复仇的漩涡 如今他又将陷入王室夺敌的争斗 长经失魂落魄地走出王后的寝殿 他不想用原本是救人的医术去害人 但王后又数次帮过来 救过他的幸运 为此长经十分的痛苦 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如何是好 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之后 他来到王后的寝殿 他告诉王后 您之前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可以将自己的性命还给您 但绝对不能做出违背自身底线的事情 况且自己的母亲以及韩上公生前一直都在教育自己 绝对不可以卷入任何的权力争斗之中 更加不可以用自身的优势去陷害别人 王后对此很是生气 没想到就连自己都使唤不动他 甚至以他的生命相威胁他也不在乎 但王后又哪里真的舍得处死长经 长经对他来说十分的重要 于是便准备将长经吊在自己的身边 伺候自己的饮食起居 现如今他的身份在宫内十分的尴尬 国王宠爱世子 如果世子继位 他跟他的儿子有可能就危险了 既然不能除掉世子 那就想办法稳固自己身边的事 长经并没有拒绝王后 不过从他的表情不难看出 他是十万个不情愿来伺候王后的 但两人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谈话也被早已经站在门外的国王听到 事后国王找到长经 询问王后到底让他去做什么事情 对于国王的询问 长经也只能低下头壁上眼一言不乏 总不能跟国王说王后准备谋害世子吧 如果他说出来 不仅他活不成 就连王后也会有天大的麻烦 面对国王的一再逼问 长经十分无奈的表情 让国王似乎预感到了什么 在王宫内 能让人闭口不谈的无非也就是那几件事 在国王以及王后的逼迫下 他不想再待在这里 出来之后 长经第一时间找到了闽大人 看到闽大人的那一刻 长经总算流出了委屈的泪水 闽大人一把将自己心爱的女人搂在怀里 给予他温暖的抱抱 长经也对闽大人说出了想要跟他私奔的想法 闽大人看着伤心难过的长经便答应他 第二天的时候 闽大人准备递交辞城时 突然听到任命长经为国王贴身英语的消息 这时闽大人似乎明白长经为何要着急着离开 于是他赶忙找到长经 两人踏上了离开这里的船只 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但在宫内却乱成一团 由于国王下令 册封长经为自己的主治医官 国王的这个决定不仅遭到了朝臣们的反对 就连在后宫也掀起了轩然大波 在当时的朝鲜时期 国家十分的封建 不管是前朝大臣还是后宫王后大妃 都不能接受让一个医女成为国王的主治医官 就连太医院的医女们也都这么认为 医女只需要负责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好 给国王治病的任务还是交给其他的医官 而另一边 闽大人的老领导也得知了两人私奔的消息 于是马上派兵前去追赶两人 而此时的闽大人和长经并没有走出多远 两人一起在雪地中牵手漫步 不幸的是两人被赶来的士兵拦住了去路 在闽大人的暴力威胁之下 虽然士兵没有继续阻拦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老领导又亲自找到了他 虽然他十分赞赏真心相爱的人 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的心理 但他还是告诉闽大人 这样做是不对的 如果真的要坚持这样做 那么就会有很多无辜的人被牵连进来 老领导希望闽大人可以回去 回到之前的岗位上 闽大人同样也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 但他还是告诉长经 会尊重他的选择 同时也希望长经可以坚持自己的内心 不要被其他的事情所影响 长经同样也有自己的想法 他想起了自己小的时候 因为自己是女孩偷偷地跑去学堂 而被母亲抽打小腿 同样也不能去山里抓兔子 即便现在成了王公的医女 也没有权利为病人开放抓药 他想要做出改变 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改变 更重要的是为朝鲜所有女性做出改变 连生也开始劝解长经 希望他可以拒绝这件事 现在不管是前朝还是后宫 对这件事都非常的关注 一个弄不好很可能会有掉脑袋的风险 王后也找到长经 希望长经可以在自己身边伺候自己 这样就算是国王也不会说什么 而在国王的大殿之外 更是有大批城军馆的儒生 跪在地上请求国王可以收回城里 但国王似乎是铁了心意 坚持要策封长经为自己的主治医官 为此国王更是将朝堂之上 反对的官员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最终长经还是顶着巨大的压力 答应了国王的策封 对此国王十分的开心 但其他人就不一样了 就连他的授业恩师也在得知这件事情之后 递交了次程 大飞更是直接找到国王 明确地告诉国王 就算是你想把长经留在身边贴身伺候 我没有意见 但让他做你的主治医官绝对是不可以的 为此大飞还特意将跟长经要好的连生叫了过来 因为有人告诉他 长经之所以跟国王见面是连生引荐的 大飞很是将连生给训斥了一顿 连生也只能委屈地低下了头 受尽委屈的连生从大飞的请电出来之后 身体便开始出现不适的症状 他的养水破了 连生原本就有风热的病症 再加上早产 现如今生孩子很可能会危及他的生命 国王也知道了连生难产的事情 以及是因为大飞的原因才导致的难产 而另一边的大飞也在内心不断地自责 如果真的是因为自己导致一尸两命 自己怎么对得起国王 而正在生孩子的连生 刚刚苏醒过来就又晕了过去 长经以及姓菲赶忙对连生再次施酒 经过两人一系列的操作之后 连生总算醒了过来 在长经以及姓菲的保驾护航之下 连生总算生下了一名女儿 但由于连生原本身体就十分的虚弱 再加上难产 导致现在流血不止 结果刚刚生完孩子的连生再次晕倒过去 姓菲也完全摸不到连生的脉搏 至于长经则是开始对连生施行心肺复苏术 在长经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 姓菲总算感应到了连生的脉搏 连生也成功地醒了过来 此时众人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经历过这次的事情之后 长经也想通了 因为自己的关系 身边的人总是会受到伤害 连生还差一点丢掉姓名 于是在第二天的时候 长经找到国王准备拒绝国王册封他为主治医官的任命 可还没等国王拒绝 内侍官慌张地跑了进来 王后的儿子庆元大军生病了 国王以及王后匆忙地来看望庆元大军 但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什么疾病 长经准备离开王宫 前往活人署上班 国王亲自为他送行 不过从两人之间的谈话中不难看出 国王对长经十分的在意 可就在长经回去之后 他发现一名前来治疗的小孩 竟然患了十分可怕的天花 在当时天花是十分可怕的传染病 只要是被感染上的人死亡率是相当的高 与此同时的王宫内 申教授也查出庆元大军同样也是得的天花 王后的儿子得了天花 王后想要去看望自己的儿子 却被义女给拦住了 国王这时候也来劝说王后 如果她现在进去 境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的麻烦 可一个母亲的心又有谁能够理解 这时大妃也赶了过来 训斥王后她的身份不仅仅是孩子的母亲 同样也是国王的妻子 更是一国之母 怎么可以为了一己私欲治整个国家不顾 听了大妃的话 王后无奈地瘫软在了地上 此时的王后也只能不断地祈祷着儿子 能够尽快地康复 但以当时的医疗条件 想要治疗天花非常的难 按照常理来说 天花是传染性非常强的疾病 但现在除了大军身患天花之外 不管是在惠明署 还是活人署天花都没有传染的迹象 为此申教授准备亲自带人去查看一下 等他来到地方才知道 活人署虽然有人身患天花 但已经被长津给隔离了起来 不仅如此 长津还用他学来的知识 教导村民们如何消毒 保持身体的清洁 以及简单预防疾病的常识 长津更是跟感染天花的患者住在一起 发誓一定要找出能够治疗天花的方法 与此同时的王宫内 大军的身体突然恶化 王后以及国王直接冲了进来 看着儿子痛苦的模样 王后很是心疼 他祈求众人一定要救救他的儿子 此时王后的心情 或许也只有为人父母之后 才能体会到其中的痛 国王也很是无奈 但还是下令让申教授 无论如何也要想出解决的办法 这段时间里 王后精神十分的憔悴 儿子的病情已经折磨得他身心疲惫 而在另一边 长津已经成功地治好了一名身患天花的孩子 村民们更是虔诚地跪在长津居住的小屋前 表达他们的谢意 王后很快也得知了这个消息 马上带人赶到长津居住的小屋 祈求长津可以救救他的儿子 对于王后的请求 长津没有拒绝 在众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 经过几天时间的治疗 大军的身体最终成功地康复了 看到患病多日的儿子终于康复 王后十分地开心 长津被国王册封关职 却遭到了除了敏大人之外 所有大臣们的反对 这群大臣们不敢跟国王啰嗦 只能对着敏大人啰嗦个不停 让他马上奏请国王收回承议 大妃在得知这件事之后 直接来到国王的大殿外喜好带罪 国王得知以后很是惊慌 天底下哪里有母亲跪儿子的 于是赶忙跑出来跪在大妃的面前 祈求大妃可以起来 可大妃就只坚持一条 就是国王不收回册封长金的任命 他就不起来 妥妥地对国王进行了道德绑架 国王又是一个大孝子 面对大妃的逼迫 他也只能无奈地答应了下来 看到国王同意之后 大妃则兴高采烈在宫女的搀扶下离开了 回到王宫之后 国王一屁股坐了下去 这个国王当得实在太憋屈了 想要在朝政上面做出一点改革 也被人层层阻挠 深夜 国王来到英女的住处看望长金 烦闷的心情或许只有在见到长金之后 才能够得到缓解 这时长金无意中发现国王时常会紧握拳头 猜想国王必定有失眠的状况 于是便带着国王来到外面散步 并且还建议国王偶尔赤脚走路 会有助于睡眠 在忧虑烦恼的时候 不要去压抑自己的情绪 而是找一个能够信任的人 将内心的烦恼说出来 第二天的朝堂之上 大臣们提议处罚支持册封长金的敏大人 并且告诉国王 这是全国所有儒生的心愿 国王十分的不解 明明是自己错误 让敏大人传达的旨意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现在为何要处罚他 大臣们解释说 国王虽然偶尔会犯下错误 但身为臣子 要及时纠正国王的错误 可敏大人不仅没有纠正国王的错误 反而让国王越错越深 所以必须要处罚敏大人 对于大臣们的谬论 国王十分的愤怒 马上劈头盖脸地 将几位大臣训斥了一顿 可即便训斥了他们 国王也开心不起来 十分的愤怒 加上万般的无奈 让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时 他突然想起了长金说的话 在心情压抑的时候 找一个信得过的人 将内心的烦恼说出来 国王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王后 可等他来到王后的门口 又感觉到王后 并不是自己能够倾诉的人 想要跟跟随了 自己几十年的内侍官 说说心里话 可他发现内侍官 也不是自己要找的人 这时他又想到了长金 或许只有长金 才是自己最信任 能够对他倾诉自己心生的人 每当国王心情烦闷 无处倾诉的时候 总是会找到他 将自己内心压抑的情绪 给释放出来 长金也非常聪明地 夸赞国王的丰功伟绩 从而时到现在 从军事到内政 将国王夸赞得很是开心 但却有一个人不开心了 这个人就是一直深爱着 长金的敏大人 看着自己喜欢的女人 跟别的男人谈笑风生 他很是难过 即便这个人是国王也不行 于是在第二天的时候 有意无意地跟国王 说起长金的事情 一提到长金的事情 国王顿时来了兴趣 敏大人也趁机将自己 因为受伤被长金所做 再到之后的种种 一一地讲述给国王 国王在感叹缘分奇妙的 同时也说起了 自己跟长金的缘分 在长金还是一个 小女孩的时候 就已经跟自己相识了 是他送的酒 让自己成功地登上了王位 虽然敏大人 跟长金的缘分奇妙 但自己跟长金的缘分也不差 敏大人看着国王 一时间也不明白 这老小子究竟想要干什么 难道真的是想要 跟我抢夺心上来 长金时常跟国王 见面的消息 也传到了大妃的耳朵 为此大妃很是生气 身为国王竟然时常 跟一个英女私混在一起 成何体统 如果真是喜欢她的话 就直接将她收入后宫就行了 何必这么麻烦 国王赶忙解释 自己找长金 只是为了探讨病情而已 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但大妃却不相信 在他看来国王 又能有什么心病吗 坚持让国王 将长金收入后宫 这样也可以原了国王 想让长金 留在他身边的想法 长金即将成为 后宫嫔妃的消息 也马上传播开来 太医院自然是不愿意的 长金如今是他们这里 最优秀的英语 如果长金成了国王的妃子 今后就不可以 再继续行递了 也无法救治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但朝中的大臣 却都十分的赞成 这样就完美地解决了 他们君臣之间的矛盾 大叔和大婶 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两人的表现截然不同 大婶非常赞成 原因是就算长金 今后嫁给敏大人 以两家的地位 长金最多也是妾的身份 现在好歹也是国王的后宫 可大叔却不同意 他更在意的是 长金心里面喜欢的是谁 能不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至于敏大人 则是万分的难过 他不愿失去 自己心爱的女人 但对方可是这个国家的国王 他也只能一下一下 将手中的剑射出去 就连手指磨出鲜血 也浑然不知 连生同样也从敏上公口中 得知了这个消息 敏上公如今 已经升任了 御膳房的最高上公 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连生不由地开始担忧起来 因为他知道敏大人 和长金两人之间的关系 于是在晚上的时候 连生便找到国王 他告诉国王 长金的梦想 一直是想要救助更多的人 但如果将他册封为后宫之后 他就不能完成 自己多年的梦想 同时又将长金和敏大人 两人的关系告诉给了国王 作为长金的好姐妹 他不希望长金伤心难过 国王这时也不由地想起 敏大人曾经告诉过 他两人之间的缘分 但敏大人并没有提及 两人之间的感情 对此国王也十分的难过 因为他现在也喜欢上了长金 大妃对这件事非常的用心 特意将国王叫过来 让王后在第二天的时候 就下后宫碟纸 正式将长金册封为 国王的后宫 晚上的时候 国王找到长金 询问他的想法 对于国王的询问 长金没有隐藏 他承认了跟敏大人相爱的事实 并且表示自己 不愿意成为后宫的妃子 只希望当一名医女 为百姓们治病 救治更多的人 听了长金的话 国王很是伤心 但他并没有因此为难长金 事后长金找到了敏大人 将刚刚发生的事情 告诉给了他 他唯恐会因为 自己给敏大人带来灾火 可敏大人却并不在意 长金能在国王的面前 说出喜欢自己 这让他很是开心 第二天的时候 国王叫来两人一起散步 但怎么看也是国王跟长金在散步 敏大人和内侍官在后面跟着 不过在国王看到敏大人的时候 雄性生物的本能让他不由地 生出了要跟敏大人 鄙视一场的想法 既然是鄙视自然是有赌注的 国王表示说 如果他输了的话 就将手中这张 独一无二的弓输给敏大人 敏大人十分的惶恐 他又岂敢赢取这么贵重的东西 可国王却并不在意 表示说既然如此 你也拿出一件珍贵的东西 作为赌注 听说长金曾经送给你一把银桩刀 你对他视为珍宝 不如就将他作为赌注就好 可就在比试进入到尾声的时候 国王故意将剑给射偏了 轮到敏大人的时候 国王突然表示说 自己也喜欢长金 敏大人犹豫了一下 还是将剑射中了把心 国王随之也抽出了一支剑 但他这次并没有射向把心 而是描向了敏大人 输了比赛让他很是没面子 对长金的爱而不得也让他很是生气 但他并没有因此射杀敏大人 毕竟他不是一个昏君 同时他也明白如果杀了敏大人 长金将会十分的伤心 爱一个人并不一定是要得到他 而是能够看着他能够过得开心幸福 虽然国王在后宫有着众多的嫔妃 但他们都是朝中各方势力的傀儡而已 并没有一个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人 自从上一任王后被废除以后 他没有真正的体会过 爱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如今他在长金的身上又找到了这种感觉 他告诉长金 自己并不会为难他 会支持他做印尼的想法 但他必须要留在自己的身边 这也是国王表达爱慕的方式 作为国王他以此命令长金 作为男人他以此请求长金 在第二天的朝堂之上 国王先是以众位大臣 未能及时治愈天花为友 先是将他们训斥了个狗血领头 在他们正低下头深深忏悔的时候 国王趁机册封长金为正三品上官御医 负责国王病情的主治 并赏赐他大长金的封号 大臣们刚想反国 却被国王以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给压了回去 长金受到册封 太医院所有人都非常的开心 这不仅仅是长金一个人的荣誉 也是太医院的荣誉 宣读册封旨意的自然是长金的心上人敏大人 不过朝中的大臣们虽然奈何不得国王的决定 但却可以请求国王处罚宣读国王旨意的敏大人 于是一群吃饱没事干的大臣开始集体弹劾敏大人 给国王施加压力 请国王务必将敏大人流放他乡 对此国王也只能无奈地同意了下来 至于国王在这其中有没有报复的想法就不得而知了 就这样可怜的敏大人被人给带走了 敏大人被流放他乡 长金十里相送 可敏大人却并不开心 他知道现在自己是一名罪犯的身份 过多的跟长金接触只会连累他 更何况长金现在是正儿八经的朝廷命官 国王的主治医官 敏大人告诉长金让他忘了自己 但长金哪里做得到 虽然敏大人被流放是国王的命令 他也无可奈何 但他还是将敏大人临走之前留下的银庄刀又送给了他 以此来表达自己对敏大人的情谊永不改念 不久之后国王的身体再次患病 而且这次比以往都要严重 如今不管是汤药还是真酒对国王都没有任何的作用 为此长金准备使用他最新研究出来的方法 给国王来一次开副手术 将坏掉的肠道切除 虽然这种手术他只在小动物身上试验过 并且手术非常的成功 但眼下救治国王并没有其他的办法 所以他想试一试 这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要知道敢在国王身上动刀子 这可是死罪一条的 王后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很是愤怒 就算长金的做法是对的 但让朝堂上面的大臣知道的话 必定会先将他给处死 至于太医院的都提调大人 则是一直逼着长金为国王治疗 可是到如今长金除了开副手术之外 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最终都提调以长金不作为为由 在国王的面前告状 并且请求国王狠狠地处罚长金 等到大臣们离开之后 国王吩咐身边的内侍官 将长金悄悄地给绑走了 把他还给了敏大人 国王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长金 他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 如果不开副治疗 他肯定活不了多久 而长金作为自己的主治医官 必定逃脱不了干系 可如果让长金为自己开副治疗 先不说能否治愈 单单开副就足以让长金死一万次了 所以为了保护他 他让人将长金送到了敏大人的身边 同时又唯恐朝廷的官员 以长金突然失踪 拒绝为国王医治 唯有找长金的麻烦 为此他特意下了一道旨意 让敏大人带着长金远走高飞 去往一个他们一直都向往的地方 过想要的生活 可长金却并不愿就此离开 他还想回去好好为国王医治 可就在他们走在半路上的时候 却发现四周的村民行色匆匆 等到几人赶到前面一看 才知道国王已经驾崩了 无奈之下 他们也只好遵从国王的旨意离开了这里 一转眼六年的时间过去了 这六年以来两人一直东躲西藏 如今两人隐居在一个小村子里面 并且还生下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 取名叫做小贤 可这个女儿跟长金小时候一样的调皮 被着父母偷偷地往河边抓鱼 长金也继承了他母亲的优良传统 拿起树枝狠狠地抽打女儿的小腿 作为惩罚 至于敏大人则是继承了长金父亲的优良传统 经常在女儿受罚的时候护着他 可他们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多久 村内一名孕妇难产 长金想要剖开孕妇的腹部为其接生 但村民们都以为长金的行径跟妖怪无影 于是便将这件事情给曝光了 小贤赶忙将这件事情告诉给父亲 敏大人听后赶忙收拾东西准备逃走 女儿则是在一旁懂事地帮忙收拾 看来这名年幼的小女孩必定是经历了多次的逃亡 要不然也不会这么的熟练 就在他们逃亡的途中 被前来找寻长金的大叔看到 自从长金失踪以后 大叔整整找了他六年的时间 如今看到女儿就在自己的面前 却又不敢大声叫出他的名字 唯恐会被官府的人发现 但他现在老胳膊老腿呢 想要追赶又追不上 回到家后便开始痛哭流涕了起来 将看到长金的消息告诉给了老婆 很快连生也从姓菲的口中 得知了长金还在朝鲜的消息 这可把连生给激动坏了 但现在想要让长金回来 还要经过昔日王后的同意 也就是现在的大妃 于是她便来到了大妃的请殿 准备试探试探她的口风 当得知大妃同样也在想念着长金时 连生顺势将长金现在还在朝鲜 并且一直过着逃亡日子的事情 告诉过大妃 大妃得知以后很是开心 马上派人将他们接回宫中 并且赦免了两人之前所有的罪行 官复原职 对于两人的归来大妃甚是开心 见到昔日的好友自然少不了一阵寒暄 但长金还是希望过普通人的生活 在跟大妃道别之后 一家三口便离开了王宫 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这天一家三口路过一个山洞 刚好遇到了一名难产的孕妇 此时孕妇已经昏迷不醒 长金为了救人便使用 从来都没有使用过的剖腹产手术 万幸的是第一次在人身上 做手术的长金成功了 孕妇和胎儿都顺利地活了过来 至此这部剧解说完毕 但长金的故事并没有完 它就像一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们向前 克服一切困难和打击 它的精神一直留在我们的心中 这或许就是这部剧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喜欢的原因 接下来会为大家更新其他的剧集 希望大家同样可以喜欢 感谢观看